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2点43分 今天是疯狂到离谱啊 有严重到那个地步 需要股票砍光光吗 今天最多跌了1417点 你知道1417点 昨天收盘是16583嘛 如果全面跌停的话 那就是10%嘛 那就是1658点嘛 今天跌到1417点 相当于跌到8%多 跌到8%多是什么景象 几乎就是全面跌停嘛 对不对 加全指数跌到8% 几乎全面都跌停了 下半场拉上来 光是下影线就高达700点的下影线 下影线都高达700点的下影线 等一下再来谈 我们现在看一下国际股市的部分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开低走高 道琼跌473点 473点才1.3%而已 我们昨天一天要跌掉3%了 你看美国股市道琼的部分 其实还在高档 那回比较多的是在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非常不好题 从开低回到平盘 翻红涨0.3% 所以美国股市的科技股 如果回稳的话 照理讲台北股市 应该是要回稳的 可是今天台北股市反而 开盘之后盘一盘 警戒卖腰就开始狂洩出来 现在全球疫情 其实很多地方都稳定下来了 那最严重的两个地区 印度跟日本 你看印度股市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跌0.6% 南韩跌1.4% 日本跌1.6% 香港是涨的 大陆股市是涨的 新加坡是小跌0.7% 所以从国际股市上 你可以看到 其实都还蛮稳定的 尤其像日本 疫情那么严重的国家 那么严重的地区 其实也没有像台北股市 恐慌成这个样子 恐慌成这个样子 那甚至于最严重的印度 印度今天小跌0.7% 最近印度疫情越来越严重 一天确诊 四十几万例 可能啊 可能严重到一个地步之后 大家都麻痹了 所以也没有感觉了 那股市反而是 更加稳定守稳 那台湾因为整个疫情 控制上面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全球最 控制最好的一个地区 所以大家无形之间 已经开始慢慢有点放松 也不是说放松啦 因为就是做得太好 所以稍微有一例两例 本土病例开始出来之后 大家就会开始恐慌 那加上昨天的7例 今天又增加16例 16例 16例正常啦 因为你从那6例周边的家属 一定会优先被感染嘛 所以初期两三天 那个确诊人数 一定会快速增加 那未来 只要慢慢控制下来之后 我相信 当大家都做好防护工作之后 这一次我们应该还是能够安全度过啦 因为之前越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很快速的安全 脱离危险期嘛 那这一次刚开始的阵痛 大家可能会恐慌吓到 慢慢的 大家把该做的事情做出来之后 还是开始慢慢趋于稳定 那肩脉药很重 你看都跌到1400点还不重吗 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 先逃再说 当不确定因素再来的时候 先逃再说 这种想法对不对 有些人形容 天要塌下来了 还不逃喔 这样听起来好像也对喔 可是你想当你逃开之后 那你什么时候再买回去 等稳了之后再买啊 什么叫稳 当你发现稳的时候 搞不好已经 又涨了七八百点回去了 那你杀低 你能不能再接回来 对 你看台湾在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在中美断交易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 听到哇台湾完蛋了 先避开再说 西家贷券把台湾的资产 全部都卖掉 逃到美国逃到国外去 可是过了十年之后 发现台湾 哎 没事了 再回来 当时卖掉一间房子 结果只能买一间厕所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 很难讲 因为当全球股市如果没有像台湾 这么分乱的话 只有台湾自己 投资人自己下自己 恐慌性的杀盘 昨天融资减少了一百六十亿 我估计今天恐怕三百亿跑掉 因为今天恐慌程度比昨天更严重 昨天最多得到七百点 今天最多得到一千四百点 所以今天卖压是比昨天double有过之而不及 所以今天融资至少减三百亿 我看跑不掉 那今天户盘有没有动作出来 今天户盘动作出来了 你看台积电又最清楚嘛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户盘的动作 那今天从台积电开始户盘 昨天政府已经买进了一百亿了 可是一百亿坦白说还不够啦 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买嘛 对不对 因为仗在打的时候 他是有计划的在进行嘛 那今天中午一点半的时候 蔡文总统已经出来做欣欣喊话 欣欣喊话固然重要 要安定大家的心 可是更重要的是实际的动作嘛 我估计今天户盘动作 至少三百亿以上跑不掉 那今天从台积电开始拉台 台积电跌到快跌停板 差四口银 差不到一趴 一路拉回头 变成跌十一点 跌十一块钱 跌了1.9% 那为什么要去拉台积电 你看今天拉联发科 联发科跌到差一块钱跌停喔 把联发科拉回头 回到差两块钱跌停板 你看你台积电这根棒子 台积电这根棒子 标准的底部冲天炮 带量的底部冲天炮 联发科这根棒子 也是标准的带量的底部冲天炮 都是带量的 当然我不是叫我去买这两支股票 你要买联发科我觉得可以了啦 你要买台积电我觉得可以了 你要买联发科我觉得 价钱还是有点贵 可是护盘之下它也有反弹 那为什么护盘要从这两支着手 因为这两支股票占大盘的全值比重 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三名嘛 而且它的一个基本面今年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是更好的 那第二名的鸿海反而比较不敢护 原因在哪里 因为鸿海比较没题材 加上鸿海在印度的工厂 印度那边目前是最大灾区 所以鸿海反而在护盘上面 比较不敢下动作 那联发科跟台积电 你知道去拉这两支股票 会造成什么情况 会造成资金板块 开始回流电子股 所以现在电子股的成交比重上面 已经很快速的 找盘30几% 售盘回到53% 运输股很快掉下来剩12% 钢铁股掉下来剩8.5%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当太平盛世的时候 人多的地方热闹啊 你看夜市多热闹啊 对 对不对 我礼拜六才去夜市买东西逛街 四零夜市多热闹啊 人山人海 可是当纷乱之际 人多的地方 反而人踩人会吓死人 会踩死人啊 所以当越纷乱的时候 人越多的地方 反而是越恐怖的 你看今天 航空股 几乎全面跌停了 有没有 钢铁股 今天也几乎全面都跌停了 线蓝股 电线电蓝股也是一样 类类股 玻璃 很难幸免啊 因为大盘都已经跌到1400点 相当于全部股票都跌停了 对不对 能够把跌停打开 一定要有特定的力量进去嘛 那这个特定的力量 它不是为了个股 它是为了全面 为了整体 所以一定从焦点股开始 那你跌停板 你要干嘛去把它打开 对不对 所以从台积电联发科 身上下去着手 这是很标准的护盘动作 护盘手法 所以今天政府 除了新银行的话以外 也做出了实际的动作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这根下引线 有高达700点的下引线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去做动作 这次护盘的手法 真的也是很聪明啊 为什么很聪明 它在行情没有跌的时候 它不动作 因为它担心 当市场恐慌的时候 卖押疯狂出炉 它如果当时去护 再多钱它都护不住 所以等到你们卖 要卖你就卖嘛 等到你们卖到差不多了 那它再去捡便宜货 最起码等卖压消化完 它再去捡 它就能够事半功倍 花最少的钱 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护盘者是很聪明的 而且是很有计划的 很老练的一个护盘手法 那现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护 为什么一定要护 因为已经来到半年线的位置了 月线就是黄色这一条 月线是短期强弱的支撑 只要能够一直守稳月线 那么整个短线的气势 都会一直维持很热络 你看最近从10月份开始 月线每当一跌破 两天之内就会救回来 月线只要一跌破 两天之内就会救回来 所以只要能够守住月线 整个短线气势都能够保持很强 那这次出现恐慌之后 打回到半年线 半年线已经是中期的防线了 如果连中期防线都失守的话 那接下来要救可能会更难救 所以今天是在半年线的地方 出手干预 这是很关键的时刻 所以今天下半场拉回来700点 今天下半场拉回来700点 今天融资大减如果超过300亿以上的话 那这个行情会开始慢慢趋于稳定 可是重点在个股啦 重点在个股 有些高涨刚下来的 同样不可以吗 你要从重点股去出发 那可能有些人会想说 好吧那我等稳了再说 那你就看嘛 等到你觉得真的稳了之后再说 可是到时候如果涨高了 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是不是 那这次没有逃开的也很多 那没有逃开的人怎么办呢 没有避开这一波这两天的沙盘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突然疫情会爆发出来 突然市场会恐慌成这个样子 不单是单日跌幅创历史新高 连成交量都创历史新高 全部都写记录 那现在事情都发生啦 状况也都出现啦 你该怎么样做动作 这里你动作一定要出来 什么动作 换股的动作 听到不 换股的动作一定要出来 因为当全部都大跌 当连续两天全部的股票都狂卸之后 你的股票狂卸 我的股票有些也狂卸 那狂卸之后怎么办 你不是等它回去 听到不 你要积极去找 接下来谈回去速度会比较快的 与其你抱着等它回去 它如果很慢 那你换到快的 它是不是两天三天 就可以把你这两天的跌幅给 马上弥补回来 懂的意思没 那可能你会认为说 那我现在卖掉就输钱啊 而且连续两天下来跌那么重 输蛮多的 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找价钱差不多的 或者价钱稍微低一点的 可是后面它弹起来力量会比较快的 你把它一张换一张 听到不 所以这两天你要做这个换股的动作 你要去换 接下来摊上会比较快 而且价格差不多的 因为价格差不多 你一张换一张 感觉上你就跟没有换没两样嘛 对不对 因为手中持有股票张数一样 只是股票名字改变而已 可是当你做这样的调整动作之后 后面行情摊上来 它会担得很快 那你担不下股票担不下来 还是担得很慢 用换过去 摊快的股票 帮你把快速的 这两天的亏损给快速弥补回来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积极的动作 这才是真正积极的方法 所以这两天赶快多花一点心思 多做点功课 去找 好 接下来 弹上来速度会比较快 价钱差不多的 进行一张换一张的换股动作 听到不 这是这两天 你务必要做的事情 否则你抱着等它上来 或许也会上来啦 只要是本质好的 你破的一定会起来嘛 可是如果时间拉长的话 那对你就比较不利 如果短期之内它能够快速的上来 那才是最积极的做法 今天特别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希望对你在思考上面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今天连金融股都受灾 但金融股的跌还是相对比较稳 没有那么多的跌停板 今天连最强的富邦金 都被打到跌停板去了 很多股票是逃难 是认赔杀出 那富邦金是怎么样 很多人获利了结 那获利了结没有什么不对 反正赚钱嘛 就是随时卖都可以 原本行情在跌的时候 它是一股稳定军心的力量 因为大家都探极底的 到昨天为止还在创新高 可是当行情恐慌之际 有些人会想 干脆赚的先落袋为安好了 省得夜长梦多 所以今天富邦金的 汇率了结卖也出来 那出来也无所谓 你没得到就没得到 没得到 可是我认为 知识股票也是政令的指标 政府出手干预 当然从联发科台积电开始着手 这是指标型 可是 闲令一起 互盘的 银行业 银行股也一定会有动作 所以富邦金本身价格已经有优势了 今天打下来之后 第一档的互盘动作 其实也蛮多的 也蛮积极的 今年一股炭10块钱的公司 白米才7倍而已 殖利率也蛮高的 所以这两支股票 你要低接我觉得也不错 我觉得也不错 那当然我今天我也没有卖啊 因为已经炭那多了 42块剖到现在 所以买底部的好处就在这里 当距离拉开之后 行情的震荡 你能够承受 你那种承受力道 很强很安心 你如果对那70块以上的 你就倒不住了 前两天最近去70块钱以上买的 你当然你会吓得赶快杀 可是如果低档买的 你就不为所动嘛 所以两层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正确的 那最近很多最高的股票 党党下来都很夸张 都很夸张 那2882的国泰金 今天被挡到跌停板 一样是获利了结的动作 可是很明显 你看以大盘来说 你看大盘最近这样崩跌下来 有多少股票是呈现崩跌的 反正这两支股票是最稳 这两支最稳的 这两支最稳的 那你这两支股票你要低接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做参考的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那其他传统产业 不管航运钢铁 这次下来其实都蛮重的 这下来有些都蛮重 跌起来都蛮重的 对这个跌起来都蛮重的 那之前人最多的地方 反而现在是种灾群 你看华航 都拌钱担在 中航你看 散装货轮 所以有跟大家讲过 航运骨你要做 其实如果真的要做航运骨的话 那就唯一选择 货柜轮 散装货轮我就没有那么看好 你看东森 东森是散装货轮的 对台航 长龙航空 亚航 对高铁 连高铁都受灾一样 整个航股其实跌起来也蛮夸张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你看今天跌了680点 但今天航行里面 防疫概念股反而是冒出头的 可想而知啊 因为疫情一发生之后 大家一定是先第一时间往里面跑 所以今天在整个 清洁用品 口罩 疫苗 都从大家去抢个焦点 可是我个人认为 但 一时的题材 行情都尽上的 可是真的需求 会在什么地方 口罩现在多的不得了 所以它的一个后面爆发力 会不会有那么的大 可能你要去思考 那今天防疫甘铁股里面 南地弄到涨停板去 身丰也一度拉到涨停板 可是波动也蛮大的 这两支股票这两天 大盘的沙盘 确实是守住了 这两支股票确实是守住了 但国内的疫情 对于医疗手套来说 一定是有好处嘛 是不是 那这两家公司 它的业务主要来源 是在国外 因为它百分之八百分之九十的产能 都是以外销为主 而且是销往东南亚 所以包含日本印度那边需求都很高 所以台湾如果疫情控制下来了 你要想喔 台湾疫情如果 未来两三天控制下来了 或者未来一个礼拜控制下来了 那可能防疫概念股不管口罩 不管庆佑有名 可能瞬间它的行情就会掉下来 可是这两支股票它的重点是在海外 尤其在东南亚 目前日本跟印度的疫情还持续在高涨 对于医疗手套的需求还是相当的强 所以目前法人估计 升丰第二季的营收 每个月应该都能够保持在八亿的营收 那八亿的营收就很好了啊 这样上半年每股获利应该就挑战二十块钱的实力 那北比也只有十倍不到而已 十倍不到而已 低档黄金交叉出现了 所以中股票当然以目前纷乱之际 防御还是要有 你只要把防守守在外面 风险不到10% 可是如果对的话 或许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这两支股票我倒觉得 在操作上反而可以特别留意 那南地 四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 同时第一季5.45 5.45以目前的订单来说 上半年每股获利超过十块钱 应该是笃定的啦 那全年不敢说二十 至少15块钱也OK 那如果15块钱的话 本益比也是只有十倍而已 那这个底部也打得蛮扎实的 黄金交叉也出现 那今天当冲反而变成南地是大本营 今天有很多当冲都在里面 你看涨停打下来又拉回去 成交量比昨天整整多了三倍出来 所以这种股票今天大量 153块钱如果能够再站上去的话 那么整个换手成功 整个底部完成之后 又是一个攻击的开始 但现阶段任何防护措施都要有 停损停利的手制一定要有 我从75块钱买上来 我到现在我 我还是一张都不卖啊 那你这段期间75块钱买上来 我也是再贪一倍的啊对不对 深丰 我160买的现在在290 也是获利快一倍啦 那做好最坏的一个打算 因为你看包含 富邦金我也是一张都不卖啊 这个都是最耐 最抗跌最耐震的股票 那今天2357华硕 华硕今天一路打到9% 拉回到平盘 这很明显就是里面有人的啦 今天能够大跌回到平盘的 都是里面有特定人的 那华硕我也是一张都不卖 这两天华硕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应该还是会有利多 最坏的情况如果疫情真的扩大 那我请问你 宅经济概念股会不会受费 不是只有医疗受费 宅经济概念股也是受费的交易 所以华硕 这两天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一定有利多 但这档个股已经涨高 我不建议再去追 那你华硕有带败起来 你来扑也不怕他 就不用怕他 今天3293星象也很强 星象是宅经济概念股 如果疫情真的高涨的话 那么反而对于这些宅经济概念股 是更正面的 你看这两天大盘抬成这样 反而变成避风港 指标也在低档 外资已经出报告把星象目标价 拉高到1040元 但价格单价比较高一点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 那第一季的财报16.73元 你看第三季第四季 这已经是很高的获利了 竟然还一次跳高这么多 比去年第一季成长更多 成长到50%以上 那今年美股获利 应该60块钱跑不掉 那法人拉高目标价 到1040块钱 我觉得也合理啦 那年限守在下面 年限守在下面 所以这种股票 其实都是很安全的 你看今天大盘跌600多点 今天涨停板加速很多 有没有发现到 所以有时候多头空头的判断 你要看如果还有强势的焦点 强势的族群 代表多头还在轮动 除非怎么样 除非全军覆没 那有些人会说 都已经跌了2000点了 从17000跌到15000了 都跌了2000多少 今天最低是15100点嘛 都已经跌了2600点了 还不是空头吗 多头空头不是用跌幅在算的啦 懂你什么 跌幅当然也是一个参考的数据 所谓多头空头 更重要的是它的时间啦 听到好不好 一个多头 它一定是要长一段长时间 起起落落起起落落 整个时间拉长 它才叫多头嘛 是不是 那空头也是一样 不是跌幅多少 而是它长期都会走下降的趋势 越跌越深 弹了破底 弹了破底 时间拉很长 那才叫空头嘛 所以两天 如果两天一次把跌幅消化掉 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你2000多点如果 走了两个月三个月 那才是麻烦啦 人家说跌幅 如果两天之内 把跌幅一次拉开到2000点 那接下来未来时间 能够以半年线为防守 开始慢慢重新再震高上去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是不错的方式 所以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到 磨破蛋的特色 就是一些投机机差没起来的 全部都要起来 所以这个叫万马奔腾 那现在马全部都滑铁炉了 人家买都删到眉眉毛啊 都已经跌得鼻心脸肿了 所以经过这两天的修正之后 很多人会认为是空头市场 但跌了2000多点 已经跌到眼前了嘛对不对 可是我不认为 用这样来断定空头是正确的 因为毕竟两天时间 把整个距离拉开 如果时间上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它的一个空头时间的话 那不见得是空头 它只是快速修正 让多头腾出一些 重新发展的空间 但这还需要有 后面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 那半年线的防御 今天算是成功 而且下引线有700多点 那今天这只脚就不能再破 因为政府已经出手干预之后 政府的干预动作不能变成做白工 那今天700多点的防御 尤其接下来指标股 从台积电联发科金融股 这些股票下去看 那包含今天所住的股票 蛮多的 你看今天涨停板的加速有三十几家 不完全都是医疗的 你看今天翔硕也涨停 对不对 跌生的金利科也涨停 ABC KY也涨停 这些跟防御都没关系 对不对 四星KY跌生也上来了 公司实施库藏股 也抬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几只股票 对你看TPK也很强 电刷两天都要TPK 反而是很稳的 所以跟大家讲过 它最大优势就在 净值90块钱 净值90块钱 股价只有净值了一半而已 所以这个股票很稳定 水中股票到时候 在反攻的过程当中也很快 那2505国阳 这两天都出奇的强势 昨天涨2% 今天跌3% 两天一来一回 下1%而已 那因为今天市场太纷乱了 早盘还很强 可是卖压一出来之后 还是被打下来 可是下半场能够再拉回头 代表这里有特定能力里面 那国阳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谈到 今年130亿的三大建案 已经开始在交污 那第一批18亿的交污路 仗在第一季 每股获利已经0.89元 那4月份又14亿 几乎是第一季18亿的 将近快80% 所以第二季会开始进入密集的交污期 所以今年上半年每股获利 我估计应该会超过2块钱以上 那如果130亿的三大建案 能够完全在今年度交污完毕的话 因为股都去后了嘛 现在只是交污进度而已嘛 如果全部都交污完毕的话 那么每股获利有大概初估 应该会有6到7块钱 还不错哦 那这次配股 先会先配第一季的五毛钱 因为第一季赚八毛钱配五毛钱 已经是很慷慨很大方了 那同时配去年第四季的一块钱 所以这次配会先配一块半 那紧接着第二季 因为他现在变季季配了 第二季八月份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也会再配一次 那第三季财报发布完之后 也会再配一次 第四季发布之后也会再配一次 那其实这样加总起来 今年配股率应该会 配股应该会超过两块半以上 那配股如果超过两块半以上的话 目前股价33块钱 哎 殖利率也八崩了也很高 所以这两个股也可以特别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打下去有的有上来 有的没上来 没上来也不见得它是不好 有上来代表特定买盘 或者政策性指标 它先着手 那可是后面路遥之马力 本质好的 股价严重低估的 未来上来的速度 会来的比较快 所以这个地方 捡便宜或好时机会 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 这两天你要进行什么 你要进行持股调整的动作 没走就没走到啊 下一步的积极动作 你要去找回升速度比较快的 跟你持股价格接近的 一张换一张 这样你总账数没有变 让快速回升的股票 帮你把这两天亏损的 在短期之内赶快快速要回来 我们看几档比较重要的焦点 我觉得友达群创财经可以注意 我觉得十三支股票可以注意 尤其是财经 你看短短几天 大盘才跌两天而已 有没有 大盘到这两天崩下而已 一早就已经摄清了 从31块钱跌到今天18.6% 跌幅已经超过40%了 但它现在被关紧币 所以被关紧币的时候 动作会比较少一点 可是这种提前跌掉40%的股票 加上今年基本面第一季已经有一块钱 所以这个到时候上来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彩经 我今天跌停板的地方我也下去买 彩经包含友达 之前的市场人气股群创 这两天只要一手稳之后 只要出现此跌之后 这三支股票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特别注意 你如果低价股的部分 你要换股 这三支股票你可以参考 那大力光在今天 大盘纷乱之际 反而重新夺回股王的宝座 今天低档买盘也有 因为本来它已经跌很深了 所以相对跌的就比较少 但大力光我觉得还不适合啦 因为整个基本面题材还没有回来 那连勇我就很明显了 从跌停拉回到平盘 因为基本面很强啊 那跌幅也很够大了 回到半年线了 另外一档细创 细创这次回得也很深 第一季就六块钱了 全年应该有二十块钱以上 本比剩下十倍而已 所以这些股票都可以特别注意 那TPK但是这两天表现 算是可圈可填的股票 像中股票代表什么 代表跌并都有人跌的啦 都有人蹭在下面 他才能够蹭得住 这两天的一个卖压 那原相今天也是被 杀到快跌停之后 回到平盘 所以代表跌并都有 互盘的两跌的 那原相在第一季的财报里面 三块钱 第一季三块钱 比去年的1.9 成长了50% 那比去年的三点是 几乎 因为去年第四季是旺季嘛 你淡季不能跟旺季比 只掉了大概10%而已 算少的 那公司也预告 第二季的营收 还会成长30% 今年全年获利 会成长三成 所以这回头也很近低的 因为本来股价就没有 什么太大的一个涨幅 而且获利一直在写夹击 可以特别注意 那顶炫间被压低了 那几乎都重新回到起涨点了 那这种股票我觉得上来 其实也会很快 因为股票80%都在公司手里面 所以市场流通筹码不多 加上今年美股获利有20块钱的机会 今年第一季发布出来 详细数字我没记得很清楚啦 3块多啦 3块多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80% 比第四季成长了50% 所以是相当好的一家公司 像这种赚大钱股价很低的 其实都是你要流行的地方 那台光店 今天股票被打跌停都正常啦 几乎全面都跌停了嘛 基础拌到1400点去啦 好股坏股都被人家砍了 可是未来会上来 谁会比较快速 最后会回归到基本面的部分 今年能够获利维持创新高的 股价相对本一比低的 到时候吸引市场理性的买盘 会来的比较快 那这种高档刚下来的 都要税里齁 高尔夫球肝 这个是高档刚下来的 那先像我刚刚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 对 泰廷今天又跌停 不要再太多了啦 这个在沙地没意义了啦 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过嘛 毛利率有概算大概18.9%左右 那第一季的获利的衰退 并不是因为其他关系 因为会损 更重要的是公司提列了 比较多的研发管理费用 因为他每年都会有固定一季 研发管理费用提列的比较多 所以在四季里面会有一季掉比较多 那今年第一季研发管理费用 因为毛利率跟第四季的19.3% 只差3%而已 所以可见在成本控制的部分 原料成本的上涨 其实他都有效的规避掉了 那汇损的部分以后 泰铢如果一回升 他还是会回充的 所以接下来我估计他第二季 每股获利应该能够回到 1块半到1块8 所以不要去抬账 如果你第一时间没有卖掉 不要去抬账啊 这个很快的 64块钱 63块钱应该都会回来 所以金槌钩票 你不要用目前的眼光去看它 把格局看大一点 对不对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之后 你要有更大的一个格局看 去观察 那华硕我就不讲了 等于韩国全部都跌停版 好 今天国据也被打到跌停 我觉得这个地方再去 因为国据也回到 大盘是回半年限守住 联巴克是回半年限守住 国据已经回到年限 已经破年限了 那破了年限 其实再跌也不多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观察日本两家公司 其实日本两家公司 昨天跌1% 今天跌1% 日本疫情那么严重 人在拨也是慢慢的拨 那国据是昨天一根 今天又一根 那个跌幅已经过度 已经跌超过了 那基本面的部分 第一季大家都知道10.17 今年40块钱的获利 跑不掉 北比剩下10倍而已 所以你用长期的眼光来看 中国偏你买来铺 你要想说我一定要买最低点 能够买到最低点大家都想 可是你不是神 你也不是主力 所以你不要给自己 那么柯的一个要求 相对低点 有够小的 买来铺 给他时间 当市况稳定之后 一回上去 你又是大赢家了 你又是大赢家 所以我觉得国据在 跌到420几块钱 破连线之后 也是一个 进场 评估的一个好机会 今天网家反而涨停 这也是有宅经济的概念 因为如果疫情高涨 网路销售 网路购物会来的更热络 所以今天网家拉了涨停板 对 今天风力发电的股票 今天是全部性的啦 昨天第三阶段 风力发电招商细则公布 可是也抵不上今天 疯狂的卖银 我今天上尾投控是执行停损 年限130块钱的停损 我是执行了 那不对 砍掉 你140买的130砍掉 10块钱 10块钱大概7%左右 7%先退掉把钱保留住 等底部的股票 强势的股票再来换手 所以今天 上尾投控130执行停损 也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好 最后跟大家报告的是 这次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讲座 可能没有办法如期展开 如期的实施 因为现在整个疫情的防护 已经进入第二期 那第二期是100人以内 超过100人的室内就不能办 那最近会不会提高到第三集 因为如果第三集的话 室内五个人都不可以 所以这次的演讲 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 受到 政令的限制的关系 可能这次 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演讲 暂时就取消掉 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当疫情稳定 能够办演讲的时候 我会在第一时间 再来补办 到时候再跟大家做报告 好 好 我们的负赚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想要减便宜货的 利用这两天做底部大换股的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及其效不保险未来破例 其余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卷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